中国的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发行 大家好,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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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K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五十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第一到十五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一对情侣在聊天,女朋友可怜兮兮地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贵一点的房子呢? 男的说,我们马上就要住贵房子了。 房东今天早上说了,明天起,我们的房租就涨了。 二 心理学研究发现,经常被拥抱的儿童,心理素质要比缺乏拥抱的儿童好得多。 拥抱可以消除沮串,提高体内免疫系统的效率。 家庭成员间的拥抱,能增强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大大减少家庭摩擦。 三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67岁即位,去世时82岁,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法否认的是,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四 因为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胜负的判定才会显得公平。 因为有了交通规则的约束,马路上行人车辆才会各行其道。 做人也有规则,遵守做人的规则,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 五 小明不小心吞下一小块肥皂。 妈妈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说,我要半小时后才能赶过去。 妈妈说,你来之前我该做什么? 医生说,给他喝杯水,然后让他跳一跳,这样你就可以让他用嘴巴吹泡泡消磨时间了。 六 如果你容易运机,应该避免坐在飞机机舱后方。 整个机舱就像个悄悄板一样,离中部越远,颠簸得越厉害。 而且飞机的后部,一般比前步长,因此机舱后方是最颠簸的地方。 要想不运机,坐得越靠近机翼处越好。 七 当人们对某个人有好感后,就会很难感觉到他的缺点。 就像有一种光环在围绕着他。 这种心理就是光环效应。 人们常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光环效应的一种表现。 八 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发展、成长、成熟、衰退几个阶段。 成熟期是企业生命周期中最为理想的点。 在这个点上,企业的自控力和灵活性达到了平衡。 企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9 做一个快乐的人,最重要的是记得随手关上身后的门, 学会将过去的失误、错误通通忘记。 不沉免于懊恼、悔恨之中,而要一直向前看。 时光一去不复返,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不要让过去的错误成为明天的包袱。 10 金无足斥、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缺点。 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缺点,不怕暴露自己短处的人更容易成功。 而想方设法藏短,不敢正视自己缺点的人,则很难取得成就。 11 在实弹射击训练中,有个士兵连发几枪都没打中目标。 军官怒气冲冲地夺过士兵的枪,严厉地说,笨蛋,你瞧我的。 他瞄准射击,可子弹也没打中目标。 他很生气地转身向士兵说,瞧,你就是这样打枪的。 12 主场焦虑,指运动员在主场比赛时内心容易不安。 按理说,在家门口比赛,东道主可以获得更多的夺冠便利条件。 但是恰恰因为重视这样的好机会,主场选手会背负更多期待,压力也就更沉重,从而引发焦虑情绪。 13 统计表明,右撇子是左撇子的七倍。 有趣的是,植物也有左右撇子。 它们的叶、花、果、根、茎能向右或左旋转。 如同右撇子的人右手发育强壮有力那样, 右撇子植物右边的叶子也更强壮些,左边的则相对差些。 14 天山雪莲生长于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陡壁之上。 那里气候齐寒,中年积雪不化,一般植物根本无法生存。 而雪莲却能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空气稀薄的缺氧环境中顽强生长。 15 小村庄里,人们在为一位九十九岁的老人庆贺生日。 村长高兴地向老人道喜, 祝贺您,我希望明年能给您庆贺百岁大寿。 老人认真地打量了村长一番, 然后说, 为什么不行呢? 你身体看上去很结实。 第二部分,第十六到三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 第十六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韩博士,作为从业多年的建筑师,您最满意自己的哪部作品呢? 下一个。 严格说来比较满意的作品正在建造中。 现在回过头看, 感觉之前很多东西相比更成熟的作品来说都没有特别的好。 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您觉得哪方面最重要? 其实在建筑领域,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始终是从与主的逻辑关系。 所以讨论二者的关系绝不能放在一个层面进行, 因为二者并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 技术的进步只是在建筑艺术的发展方面起着刺激作用, 因为建筑本身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体现。 当建筑技术强烈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时候, 只能说技术在建筑的表现上占了上风, 此时的艺术也并未流失。 不过是技术的表现力太强大而已。 建筑是人类的愿望、思想、几何和理性的表达, 应该是充满想象的。 如果仅仅从这方面来说,我还是觉得艺术更重要。 建筑设计是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您最投入哪个阶段? 像我们做方案的, 按理说应该都很投入方案的概念阶段, 但我现在最投入的应该是后面的实现阶段, 这也是目前困扰我最大的。 我们不仅仅是设计者还是策划者, 要从开始到结束的全程服务。 所以我现在更关注后面的实现阶段, 东西怎么去实现,这个特别难。 这个阶段就跟那些一线的工人或厂商一样。 你的图画得再漂亮,方案做得再好, 到时候交给工人, 工人说这个东西根本做不出来, 或者工人就不给你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那样太费劲了, 或者他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行, 再或者说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那你做的东西就没用处了。 一个再棒的方案, 需要完全实现展示出来了, 才是成功的。 十六 男的最满意自己的哪个作品? 十七 男的怎样看待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十八 男的重视哪个阶段? 十九 男的认为什么样的方案才是好方案? 二十 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第二十一到二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您作为女性拍卖师, 从女性的视角怎么看待这个行业的发展? 在这个行业中, 女性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拍卖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 一开始要接触客户, 策划拍品, 组织拍卖会, 招商, 一直到后期服务。 全部过程除了有很专业的成分在里边, 更多的是体现服务意识。 我作为女性, 我认为女性在服务行业里体现更多的是细心。 同时, 我们在做一些投资拍品时, 我们会站在净买人的角度去帮她分析。 同时, 我作为一个女拍卖师, 在会场上和净买人在现场的交流很重要。 一个好的拍卖师更多的体现是, 在会场中跟净买人有一种无声的交流。 她可能只是在那儿举号牌, 你要充分知道她的心理, 包括动作表现出来的能承受的心理价位的能力。 我也去过几次拍卖会, 感觉拍卖师真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那怎么做到的? 一是我们在这之前充分分析拍品本身, 它不仅是一个市场的价值。 有些拍品除了投资成分在里边, 还有对某些净买人不同意义的影响。 比如这样一件作品, 刚好跟你的背景或者你的成长, 或者对你有特殊意义。 拍卖师是需要特别细致缜密的。 在拍卖会场中, 一开始竞价的, 到后来可能并不踊跃。 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个法律环节, 是要办理镜头登记的。 一个尽职尽责的拍卖师, 在这之前就应该充分和净买人沟通。 我们通过聊天或者分析这个拍品, 比如说我们给净买人介绍拍品的瑕疵所在。 我有一个感觉, 看来对于拍卖公司来讲, 好的拍卖师真值钱。 整个拍卖行业来讲, 拍卖师是拍卖行业的一个灵魂人物。 您刚才说女性拍卖师会有自己的一个优势, 那您干了这么多年, 您觉得女性在这个行业中有没有什么劣势? 劣势? 我觉得拍卖师很多时候可能需要特别机敏, 判断力特别准确, 甚至商业判断特别准确。 在这方面, 我本人, 我略逊于男性们。 就服务行业来讲, 我身上更多体现的是细致, 但是商业判断特别准确的时候, 我比男性来讲要差很远。 21. 女的怎样看待拍卖行业? 22. 女的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23. 女的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女的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23. 23. 好的拍卖师应具备什么素养? 23. 24.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25. 女的认为自己的劣势是什么? 26. 男极是地球上最南端的一块唯一没有被开发的大陆 它常年被冰雪覆盖着,气温常年都是非常低的 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它的平均海拔是很高的,平均大概是23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陆 风力也很大,常年六级以上的风 在这次南极之行中,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见闻? 这一次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在过赤道那一天,正好看到了非常壮观的龙溪水 它持续的时间很短,我感觉还是很幸运,当时也很危险,离得也比较远 您刚才提到的龙溪水,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从气象角度上来说,我现在也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很遗憾,没有带一些图片资料 它是一个柱状的,上面粗,下面细 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龙卷风是一个概念吗? 对,是一个概念,是发生在海上的,是水柱,里边也是空心的 最厉害的时速达到几百公里,它的能量可以把一条船吸进去 那是很危险的 对,但是它的尺度很小,它影响的范围很小,它的移速也很快 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我们讲下热上冷,形成温度梯度斜差 气温变化,日晒,夏天很热,水气的蒸发 上面气压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了旋转 跟龙卷风是一样的,到了岸上就是龙卷风 由此可见,南极之行还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知道南极有极昼现象 极昼现象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极昼可能大家都知道,就像我们开着灯睡觉一样的 我们的房间都要有一种很厚的窗帘,遮光帘 要不然就睡不着 26. 南的眼中的南极是什么样的? 27. 看到龙溪水,南的是什么心情? 28. 关于龙溪水,可以知道什么? 29. 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30. 根据这段对话,下列哪项会影响睡眠? 第三部分 第31到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 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喝酒时喝到六分醉的微醺感是最舒服的 肌肉可以得到松弛 眼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清晰的 如果你还继续喝 很可能隔天就会头疼 全身不舒服 完全失去了喝酒的乐趣 吃饭的时候 七分饱的满足感是最舒服的 口中还留着食物的香味 再加上饭后甜点、水果 保持身材和身体健康绝对足够 如果你还继续吃 很可能会肠胃不适 完全丧失了吃饭的乐趣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爱到八分绝对刚刚好 所有的期待和希望都只有七八分 剩下两三分用来爱自己 如果你还继续爱得更多 很可能会给对方沉重的压力 让彼此喘不过气来 完全失去了爱情的乐趣 所以记住 喝酒不要超过六分醉 吃饭不要超过七分饱 爱一个人不要超过八分 也就是说 做有些事欠一点刚好 至于欠多少 这个度就需要自己去把握了 三十一 根据这段话 喝酒应注意什么 三十二 吃饭超过七分饱 很可能会怎么样 三十三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三十四到三十六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猎人带儿子去打猎 在森林里活捉了一只小羊 儿子非常高兴 要求饲养这只小羊 父亲答应了 将猎物交给儿子 要他先带回家去 儿子跨着枪牵着羊 沿着小河回家 途中 羊在喝水的时候 忽然正脱绳子跑了 小猎人紧追慢赶 最终也没抓住 到手的猎物就这么飞了 小猎人既恼火又伤心 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后哭泣 不知道如何向父亲交代 满腔懊悔之情 狐狸糊涂等到傍晚 看见父亲沿着小河走来 小猎人站起身 告诉父亲丢羊的事 父亲非常吃惊 问 那你就一直这么坐在这儿吗 小猎人赶忙为自己辩解 我也四处找了没有踪影 父亲摇摇头 指着河岸泥地上 那些新鲜凌乱的脚印说 你看那是什么 小猎人仔细查看后 问 刚刚来过几只鹿吗 父亲点点头 就是 为了那只小羊 你错过了整整一群鹿啊 三十四 父亲为什么吃惊 三十五 关于小猎人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六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三十七到三十九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假装快乐 是一种快速调整情绪的好方法 可以使人们摆脱不良情绪 尽情享受快乐 假装快乐 虽然治标不治本 但的确有效 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类的身体和心理 是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的整体 某种情绪 会引发相应的肢体语言 比如愤怒时 我们会握紧拳头 不惜急促 快乐时 我们会嘴角上扬 面部肌肉放松 反过来 肢体语言的改变 同样也会引起情绪的变化 当无法调整内心情绪时 你可以调整肢体语言 带动出你需要的情绪 比如你 强迫自己做微笑的动作 你就会发现 内心开始涌动起 阵阵欢乐 三十七 假装快乐 有什么作用 三十八 根据这段话 当你无法调整情绪时 可以怎么做 三十九 根据这段话 下列哪项正确 第四十到四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 原来学习成绩一直很一般 可是这个学期 他的进步 让全班同学都感到吃惊 老师让他介绍经验 他竟然说 要感谢学校举办的唱歌比赛 说要不是他上个学期 在唱歌比赛中得了名次 不少同学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也不会迸发出 如此强烈的上进心的 正在读高中的女儿说 我说 一个人只要在某一点上 养成一个长处 那么这个长处 就会改变别人对他的评价 也会改变他自己的价值取向 使他不再甘于 做个平凡的人 平庸的人 那么他的这一个长处 就会成为他走向 全面优秀的台阶 女儿点点头表示同意 其实 很多杰出的人 他们开始时 也只是在某一点上杰出 然后通过日积月累 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让他们有了做人的尊严感 生活中来自他人的那种 刮目相看的目光 非常养人 养人的自信 也养人的心智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 奋发向上的信念 这种信念 往往就会成为 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基石 四十 关于那个男生 下列哪项正确 四十一 刮目相看 最可能是什么意思 四十二 根据这段话 获得自信的来源是什么 四十三 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四十四到四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辣椒为什么会这么辣 这种让吃不惯辣椒的人 眼泪直流的灼痛感觉 是辣椒保护自己的种子 不被哺乳动物吃掉的一种策略 辣椒中含有一种 被称为辣椒素的物质 能够刺激皮肤和舌头上 感觉痛和热的区域 使大脑产生灼热疼痛的辛辣感觉 科学家对一种野生辣椒进行研究 观察有哪些动物 以辣椒为食 结果发现 小型哺乳动物 根本不碰这种辛辣食物 吃辣椒 似乎是鸟类的专利 实验表明 辣椒果实被小型哺乳动物吃掉 种子经消化排出之后 几乎不能再发芽 而鸟类的消化系统 基本不对辣椒种子造成伤害 科学家认为 辣椒之所以辣 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 辣椒不想让哺乳动物 把他们的果子吃掉 所以才在辣椒果子里 产生了辣椒素 这样吃不了辣的动物 就会放弃 而鸟类 却丝毫吃不出半点辣味 他们的痛觉感受系统 和哺乳动物的不一样 辣椒素能给他们清爽的感觉 还有止痛的功效 所以鸟类吃起辣椒来 像在嚼口香糖 而果实中的辣椒籽 则会完整地 经过鸟类的肠道排泄出来 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播种 四十四 关于辣椒下列哪项正确 四十五 关于小型哺乳动物 可以知道什么 四十六 哪类动物爱吃辣椒 四十七 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四十八到五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春秋时期 有个叫余波崖的人 精通音律 琴弹得特别好 是当时著名的琴师 一天晚上 余波崖乘船游览 俯视江水 他非常感慨 于是弹起琴来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 你弹的不正是 这波涛汹涌的江水吗 余波崖听了非常高兴 把说话的人请上船 兴致勃勃地为他演奏 当博崖弹起 赞美高山的曲子时 这个人又说道 真好 雄伟而庄重 就好像泰山一样 博崖兴奋极了 激动地说 你真是我的知音 这个人就是钟子柒 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并相约第二年的这个时候 还在此地见面 结果第二年 于博崖如约来到江边 却发现钟子柒已经去世了 柏崖非常伤心 说子柒死了 我以后弹琴给谁听呢 于是他把琴往地上一摔 从此再也没有弹过 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故事 现在我们常用高山流水 来比喻知音难遇 或乐曲高妙 48 关于于柏崖可以知道什么 49 于博崖为什么不再弹琴了 50 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50 可能是一切最后 一切的那种 是有什么 铺沙 这一切都在那里 不像 我本来的 一切都在这一切都在这一切都在那里 我这一切都在这一切都在那里